台風凱尼發威大雨狂下 一看嚇死人 白色轎車已經泡在水裡 幾乎快要滅定 尖銷趕緊出動橡皮艇 把人揪出來 台南流行淹大水 現象還生 男子半生都泡在水裡 這裡則是流云靶場 水都已經淹到胸口 靶場整個泡在水裡 還出現湍起河流 靶場變成汪洋一片 不僅民宅和廟宇也全遭殃 一樓全泡在水裡 不只家具浮在水面上 甚至連神像都被沖走 靶場教練直呼看傻眼 三分鐘就淹進來了 整個是潰堤 水都往靶場裡面沖 人會被沖走的 連我們那個土地公都被沖走了 水是淹到肚體 所有的槍在庫房 彈藥全部都泡水了 車子淹了好幾台 一旁的蓮外道路 同樣災情慘重 多處土石滑落樹倒一片 道路也被一片黃水淹沒 交通完全中斷 影響五十戶均民 教練直呼已經多年沒見 如此慘況 海南後壁區也淹大水 大水沖進民宅一樓 經常有高齡長輩受困 警校趕緊出洞 用藤衣把人救出 開明雨室不容小覷 也讓酒媒存在地區 飽受鹽水之庫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敬碩小鈴鐺喔